大家好,昨天讲了一下邓朴方邓小平的瘫痪的儿子 在澳洲挂了的消息,很多人拍手称快 很多人也提出了一些个问题 比如说习近平整个家族当年被邓小平感觉是鸡飞狗跳 为什么现在习近平居然放邓朴方出国 而且没有把整个邓家全部灭掉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幕后的政治交易 到底有几个意思 因为有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第一,我们都知道习包子是一个报复性的人格 谁年轻的时候欺负过他,他一定是要报仇的 他今天对中国的各种折腾其实是一场报复行为 第二,共产党的所谓的红丝家族里面 习师家族,习近平家族,习仲勋的家族可以说是最惨的 为什么最惨是一个意思呢 就是习仲勋他是被土共的两代领导人都往死里整 毛泽东把他们家往死里整 习仲勋做了十几年监狱 本来以为日子,毛泽东死了,大家的日子好过了 结果邓小平这帮孙子上来以后 尤其是邓小平又把习仲勋往死里整 直接把他赶出北京 所以习仲勋家里面 他是被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整得最狠的 所以最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是刘少奇也最惨 林彪家里也最惨 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刘少奇是牛逼过的 刘少奇是当过大官的 刘少奇有一段时间的话 他的影响,他的微信甚至盖过毛泽东 你习仲勋从来就没有这么牛逼过 完了以后林彪,林彪一度被写进宪法 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是副统帅 你习仲勋也没有这么牛逼过 所以共产党的各路红色的家庭里面 习仲勋的家里面,习家是最惨的 所以我昨天说了嘛 就是你邓小平如果地下有知 如果在地狱里面知道今天的中国 他估计气晕在彭丽媛的裤党里面 你想想吧 他怎么算也算不到 习仲勋的儿子 会把他的留下来的土匪的江山给接掌了 搞成这样 他怎么算得到呢 你想想王振 王振在文革的时候也整过 但是王振后来也家里没人当官 但是王振家里赚钱赚肿了啊 是不是 那可不是嘛 博一波博一波年纪 在文革的时候也是打的是枯叠喊良啊 但博一波的后来的话 在八十年代的话 跟邓小平呢 跟王振呢 跟陈云他们搞得挺紧的呀 也日子过得蛮好的 至少没有赶出北京吧 其他什么陈云家族 李仙殿家族 你叶建英的话 不知道睡了多少年轻姑娘 花帅是不是 都日子过得挺好的 就只有习近平的家族 习仲勋的家族 在共产党的两代领导人的手上 都是被赶得鸡飞狗跳 按照这样的习包子的性格的话 他应该要把这个邓普方 邓小平的家族全部给灭了 团灭 哎 结果没有 结果最后就抓了一个邓小平的 邓普方的这个孙女儿 邓普方的女儿的这个老婆 叫做吴小辉是不是 邓小平的外孙女 不是邓小平的外孙女 是邓小平的邓普方的儿子 我搞不清楚了 大概就把整个邓家的 所谓的这个白手套给抓了 但是邓小平的家里的 真正的掌管财务大权的 不是什么吴小慧 吴小慧也是打酱油的 女婿怎么可能会 把家里的所有的财权抓在手上的 女婿是外面的人 是不是 他们家真正管钱的是邓普方的弟弟邓智方 邓智方 邓智方一直在澳大利亚 是这么玩的 哎 所以有些人说吴小慧也被细胞子枕了 那只不过是在厨房里面找到一蟑螂 一脚踩死了 你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最近呢也传出消息了 说习近平为什么会放过邓小平的家族 没有把邓小平的家族 晚上收死 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与六四有关 说这个邓普方跟这个 习近平吵架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我们家老爷子的这个 关键时刻大手一挥是吧 这个平定暴乱 平定六四 你有你今天你习近平的日子 你开什么玩笑是不是 按照你爹当年的这个搞法的话 你还同情胡耀邦 你有你今天的日子 你你你你你电量电量是不是 哎说这句话习包子还蛮同意的 因为习包子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就最烦有人跟他讲说六四和和平反 那他最烦这种话 所以他跟这个胡锦涛交权的时候 胡锦涛是跟他放了话的啊 是有很多个条件的 第一个条件当然是人事方面的 希望李克强能够当总理啊 胡春华能够接班呢 是不是至少接个总理的办 是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条件就是 不要谈什么平反六四的这个说法 六四的问题 只要共产党一天不垮台 六四是绝对不可能平反的 哎这是邓小平家里面邓普方和习近平达成的 幕后的最大的政治交易 也是邓小平家族和习近平家族 现在两家达成的唯一的政治共识 绝对不能平反 邓小平家族希望这个六四不能平反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邓小平是屠杀这个什么学生的元凶吗 没有他拍板谁也不敢动 那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大群都在他手上 是吧 这次是包子为什么不彻底干死邓小平家族的政治的原因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关于中共的事情呢 你扣住六四这个事情的书是蛮有意思的 一定要把六四这个东西搞明白啊 最近这个海美国有一个学者 温州人很有意思的啊 叫吴润华 吴润华老师当时六四的时代的年轻 他是个老师他不是学生 是吧他当时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呢 北大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老师 他是最早投入六四民运的教师之一 是吧他不是以学生的身份 他年纪稍微大一点 他出了一本书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啊 今天这期节目呢 虽然是讲细胞子讲登博方 但是我主要的想法呢 还是想推荐这本书 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就回答了一些个重大的问题 解密了很多重大的问题 他用了他真的是一生的时间 在写这样的书啊 这些问题包括 有哪些个部队参加了六四的屠杀 是吧 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 共有14个陆军的集团军 还有一个直属的中央军委的空降兵 第15军 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军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点 我就觉得特别惊讶 原来很多的部队 它要从四川那 从外地掉进来 慢 它空降过去的 通过直升机直接空降过去 完了以后对中国的学生 开始开枪啊 是当时中国自己精锐的部队 也是唯一的空降军种 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 炮兵加了大炮开进去 还有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 还有这个北京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 还有这个武警部队北京总队 说14个集团军进京的兵员 并不是全部 当时从外边杀进北京的官兵的人数多少人呢 20万起头啊 大概是20万到25万之间有这么多人 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学生在广场上也就是几千个人 不到一万个人 因为到六四那天晚上好多人都已经撤走了 就几千人 完了以后就动用了20万到25万的军人 开着飞机直升机空降兵 开着大炮开着坦克 然后对中国的学生 对中国的老百姓 开始屠城 你说这个东西 是人干的事情吗 是吧 我跟你讲 千万不要用了丁小平 让我们当官方才死老婆 让我们过了几天有饭吃的日子 我们就把这些事惹忘了 是不是 真是细思极恐 真是不敢 不敢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是不是 那我们看过打好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也有平报平报的是吧 都是一些个警察 军人是基本上不参加 军人不参加 他们说当时的这个苏联有的时候搞这些事情的军人都不参加的 真的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的在搞这种事情是会动用部队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朝鲜 说这个整个六四的行动啊 开枪的时间是6月3号晚上10点 开始 邓小平亲自下令的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所就设在军事博物馆 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 开枪的命令来自军博前进指挥部邓小平当时就在这个地方上班 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 第一枪是在哪里打的呢 我们以前都以为第一枪是在这个什么墨序地打的 是吧 我以前还有的时候没事跑到墨序地在那里坐一坐 真的是 然后这个其实第一枪是在五颗松路口打响的 第一个死难者就是被打死在五颗松路口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屠杀的主要的地点是西长安街上的墨序地 复兴门尼交桥 西单路口 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 朱石口前门 最惨烈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是天安门城楼东侧南池子 啊 这些个消息啊 真是这些个细节啊 真的是瞎死个人 真的是 所以我们就讲说共产党其实它最大的软肋 最不让不愿意让人揭开的这个伤疤就是六四 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一定要牢牢记住六四 说习包子 不止一次的在开会的时候强调啊 永远不要谈什么平反六四 嗯 所以这个这是公产党权力交接的时候的一个拍第一的这么一个密令 说邓小平跟跟江泽民交代过永远不要谈什么平反六四 是不是 江泽民跟胡锦涛也交代过永远不要谈那胡锦涛肯定不会胡锦涛是邓小平选的人 胡锦涛跟江泽民跟这个习近平交代过千万不要平反六四 他妈的习近平以前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谁要是跟他谈什么平反六四 他就火矛三丈 恨不得当场就拔枪把人家给干了 我就这么告诉你啊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一个很大的关于六四关于习近平邓普方的幕后政治交易 你就知道中共的最大的历史的伤疤是什么 你要恼恼的记住他他想让我们忘记我们就一定要记住 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强烈推荐这个吴仁华老师的这本书啊 大家找来看看网上也有电子本版 台湾香港都有出版过啊很好的一本书 这个老兄们一辈子就把这个时间和精力生命都献给这样的事业啊 值得我们非常非常的尊重 谢谢